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百歌舞报 我是夏时 首相纳吉反驳大马是个失败过的说法 他表示大马去年获得总值2079亿令吉的投资额 比前年的1930亿令吉更高 而且沙迪也在柔佛州练油厂投资了310亿 而大马旅游收入也从前年的691亿令吉 提升至去年的821亿令吉 那即因此访问 这样的吸引外资条件 怎么会是没有前景或是混乱过呢 我们换个焦点 你还记得你13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吗 根据南亚商报报道 来自槟城的林文杰 只有13岁就已经是个电脑编码大师 自行开发超过50个app 其中14个还已经在苹果的App Store上架 举止他是透过YouTube短片自学编码的 而他第一个开发的app是在小六检定考试前开发 他所研发的50多个app 在英国及美国已经累计高达60万次的下载次数 如果以每个售价99千美元来计算的话 他已经赚取超过200万令吉的收入 不过他目前所开发的app都是免费下载的 林文杰表示 学习编码的技巧在于把编码想象成英文 只要明白了要掌握这些现代编码并不难 而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 网上已经有许多课程让网民自学 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最后来关注全英赛的最新消息 李宗伟昨晚在全英语球赛南丹半决赛 淘汰了来自台湾的周天成报道决赛 不过林丹却爆冷输给了中国新秀石宇奇 让李宁大战无缘再次上演 而混伤陈炳顺与吴柳盈则创下记录 成为首支闯入决赛的大马组合 今晚决赛将与中国的卢凯与黄亚琼一较高下 根据记录李宗伟和石宇奇曾经两次交手 而两战都是由李宗伟胜出 至于陈炳顺与吴柳盈则以三次交手 三次都输给了卢凯与黄亚琼出于下风 决赛将在今晚的八点上演 到时候记得一起为大马选手们加油哦 我们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